关于骁龙8件一只颗处理器的底子 相信大家看过我们前几期视频之后 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简单总结就是在三星4nm工艺 以及ARM最新一代CPU微价格加持下 CPU性能相比88提升了一点点 但是功耗提升了一截 GPU功耗也很大 分支将近11W 但是因为性能大幅提升 换算成能效比的话 相比去年88是有进步的 简而言之就是CPU能效开到车 GPU能效有进步 横批言龙一条 所以在今年的手机发布上 手机厂商无一例外的都吹了一波散热堆料 比如说 别铺VC 立体散热系统 在真我GT2 Pro上 推出金刚石冰心散热系统 Plus 如果把整机的散热系统铺开来 你会看到它的整体占比 沾到了一张A4纸的55%左右 超豪华的散热系统 按照手机厂商发布会上的宣传 有了更好的散热 有了更好的优化 大家似乎都掌握了迅荣的核心技术 但是作为消费者 自然是看广告 更要看疗笑了 所以说 这次我们买了五台八建议旗舰 来一个横向的对比 看看他们谁才是真正的迅龙高手 因为本期视频测试工作量极大 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三连支持一波 感谢感谢 首先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这几台手机的外观配置信息 除了Model X30 是Full HD加的144Hz平台 另外四台八建议旗舰 都是搭载的QHD加120Hz平台 电视容量上小米12 Pro最小 4600mAh iQ9 Pro是4700mAh 其他三台则是5000mAh 五台手机 整体的外观颜值上 相信大家已经都看了很多遍了 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小米12 Pro GT2 Pro属于辨识度不算高 但是整体外观和谐 相机模组二角和机身二角 基本是保持对胜 另外一种就是属于设计放飞自我 为了辨识度 辨识度 比如说一家10 Pro iQ9 Pro 对比自家上一代产品 颜值方面可以说是直接倒退 另外这两个机子 后盖和中框衔接过度处理上 也是不如小米12 Pro和GT2 Pro的 裸机握持的时候会有些错落感 摩托X30 整体的定位是不如其他四台机型 后盖的配色造型中规中矩 质感差了些 比如说用的还是塑料中框 侧边的指纹位置也是比较靠上 随手解锁不太方便 那么问题来 这五台机子 外观设计 谁更美观协调 更符合你的使用名 可以走一波弹幕 OK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本期视频的重点 8件1性能续航发热横屏 因为这些机子上市也有段时间了 系统也更新过好几轮 理论上该优化的也都优化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现在手机场上 对于处理器的温控调度 高刷策略 降不降分辨率等等 很多都可以实现云控 也就是说不更新系统 只要你手机联网 也可以改变你手机的性能发挥 所以说后续会不会变 还真不好说 尤其是夏天 CPU的跑分方面 我们简单过一遍 TW Bench 5单核多核上 iQoo 9 Pro和Moto X30表现最强 单核多核成绩都在1200架和3700架 要比88机型更高一些 剩下的三台 小米12 Pro单核弱一些 一加式Pro和GT2 Pro则是多核弱一些 但这里其实会有一个问题 跑分环节一般都是在性能模式下 测试的SoC理论最佳值 但实际上 由于今年骁龙8建议的CPU功耗翻车 这些手机默认设置下 很多都采取了降频的方式 来限制手机的功耗和发热 五台手机默认的处理器调度上 Moto X30更接近高通原生的调度 没有做频率限制 比如说程序打开加载环节 八核全开标到最高频率 进入软件之后 再根据负载动态调整 小米12 Pro默认则是大幅限制了CPU的频率 最新系统下 小核只有1.07GHz 中核2.2GHz 大核更是直接从原来的3GHz 限制到了2GHz iQoo 9 Pro在大多数时候 它的中核大核频率最高是2.1GHz和2.4GHz 小核最高是1.8GHz GT2 Pro和1加10 Pro 虽然说没有限制处理器最高频率 但是也不像Moto X30那样 可以八核全开标到最高频率运行 大核标到3GHz的场景也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默认均衡模式下 这些机子的CPU跑分性能 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 相信这点也是大家比较好奇的 但这里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由于手机厂商会对跑分软件做白名单优化 比如说像小米12 Pro 虽然说日常使用 其他软件限制了CPU的最高频率 但只要你一打开跑分软件 它的CPU是不锁平的 iQ9 Pro也是类似操作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把GateBench 5的跑分软件 包名修改了一下 改成了京东的包名 软件里面也稍微修改了一下 就叫JBenchmark吧 这样就能绕过厂商的跑分优化了 修改包名之后 除了Moto X30 性能调度没啥变化 依然能够达到最大性能 其他四台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性能下降 比如说GT2 Pro 1加10 Pro 单核都是1000不到 多核是3400左右 单核不如870 多核不如888 iQ9 Pro单核900多 多核是3300左右 差不多是865水平 最离谱的还是小米12 Pro 单核只有753 和天津1100差不多 多核也比865稍弱一些 所以这几台机子 日常使用最流畅的是Moto X30 144个字满血缺砍 处理器也没有锁平 之前大家以为X30是8件一流畅度的地板 这一轮下来 小丑竟然是其他家 实属尴尬 当然了 8件一放开跑 功耗确实也感人 X30虽然说有5000mAh电池 屏幕也不是2K 续航是5台机子里面最弱的 从100%电量到关机续航排名上 GT2 Pro好于1加10 Pro 好于爱库9 Pro 好于小米12 Pro 好于Moto X3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GT2 Pro和小米12 Pro 运行网者容量60%的时候 都存在降分辨率的问题 理论上1080P分辨率下跑 续航也会有所下降 这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到 日常流畅度表现第二梯队的是 绿场系的这两台机子 性能调度差不多 整体高刷策略上 1加10 Pro默认更加开放积极 GT2 Pro默认锁帧用比较多 需要手中切换到122字 小米12 Pro默认模式下的性能调度 可以说是非常的怂 性能限制到连865都不如 很多应用率的流畅度 到现在也不太行 爱库9 Pro默认的性能调度 比小米12 Pro强 但是因为这个机子锁60Hz的应用 实在是太多了 在我们上期LTPO 2.0恒评中 30款长远App 系统默认设置是全部锁60Hz 即便是手中切换到120Hz高刷模式 依然有很多应用所生 流畅度表现的也不太行 所以大家发现其中的问题了吗 手机市场上一边宣传 8Gen1性能提升20% 但实际上 8Gen1的CPU理论分质性能 相比888并没有强多少 甚至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又砍掉了一部分性能 限制到870级别 甚至比865更差的水平 虽然说有集成 可以让处理器频率满血的看观 但有一说一 这种打补丁的方式 无非就是在给CPU能效不行擦屁股 至少在以前855 865时代 压根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就拿小米11 Ultra来说 即便是骁龙888 同样均衡模式下 程序打开加载 这些需要处理器顺时性能的场景 也可以8核满血全开打 而不像小米12 Pro那样 直接降频严格性能 另外还有个问题 就是Arm这一代的A510和X2大核 不再向下兼容32微应用 如果说你手机上 一些32微应用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8建议机型 只能调供三个A720综合来处理 性能也会有所损失 所以在日常流畅度这一块 除了可以满血全开的X30 这些机子压根就没有体现 所谓的性能提升 有些流畅度 甚至比上一点88机型还要更差 你说Arm架构 Arm架构它一代一代 换了多少代核心架构了 改过吧 换汤不换药 人家库克也有理由说的 我A15用的什么工艺 台积电5纳米加强版 你这8建议用了什么工艺 还来和我媲美 三星工艺现在什么水平 就是7纳米加加加加加 去年888用三星工艺 今年8建议还用 它能好吗 好不了 没这个能力你知道吗 CPU能效输完A15 输709000 接着输870888 再下去要输发哥了 现在没人可以输了 连都不要了 聊完了日常性能表现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游戏环节 看各家优化表现到底怎么样 首先是网主人要 这款游戏可以说是国内 手游用户基数最大的一款 考虑到王者荣耀 对于期间SoC来说 算是一个中等负载的游戏 而且不少用户买到手是直接用 不会设置各种性能模式 这里我们分别测试了 默认模式和性能模式的差别 画质设定的是超高分辨率 超高帧率 极致画质 抗锯指开 直面反射开 测试过程中 我们尽可能的保证 英雄操作方式接近 但是因为对手存在差异 实际测试的功耗 依然存在一些轻微变量 在这里仅供大家参考 测试的适用环境是25度左右 首先是均衡模式下 小米12 Pro进入游戏前两分钟 可以保持在90帧 但是两分钟之后 开始断崖式的锁到60帧 游戏13分钟左右 开始锁到55帧 15分钟平均帧率是62.6帧 机身最高温度是40.7度 接下来是realme GT2 Pro 进入游戏直接锁60帧 当然帧率全程没啥波动 15分钟游戏平均是60.1帧 最高温度是40.4度 一加式Pro平均86.2帧 游戏8分钟开始慢慢往下降 最后稳定在80帧 机身最高温度是41.1度 iQ9 Pro平均90.5帧 游戏13分钟左右开始锁到80帧 这个机子因为新能狗检测到的最高帧率 可以到94.9帧 平均下来是90.5帧 最高温度是42.2度 MOTOX30平均是93.2帧 游戏帧率挺稳 但是因为是塑料中框 再加上散热堆料相对弱些 游戏温度也是相对更高 达到了45.4度 总的来说默认的情况下 除了MOTOX30 其他四台8件一机型 连王者荣耀90帧都稳不住 实属尴尬 因为现在随便一个2000块的 骁龙870机型 都可以流畅运行 王者荣耀1080P 90帧 而且发热都不高 甚至连路门级的天机1000也行 8件一起一件 一个个都在发布上吹散热 吹优化 结果就这样 所以与其说是均衡模式 还不如说是摆烂模式 我不装了 为了控制温度 王者荣耀我要开始降频锁针了 当然手动开启性能模式之后 这些8件一手机 也是能够全程帧率拉满的 只不过这个拉满过程中 大米也发现了一些 厂生的骚操作 关闭抗巨石鼠毛 小米12 Pro 大概是900P的渲染分泌率 其他都是1080P 但是游戏测试过程中 我们是开着抗巨石测试的 这个时候再去对比画质的话 GT2 Pro的画质 又明显要比其他更加模糊 而一家10 Pro 虽然说刚进入游戏画面正常 但是90N模式下 玩者玩者温度稍微上了一些 画面也会跟着变模糊起来 所以这三台机子 在王者荣耀1080P90N这个测试项目里 功耗温度 横向对比 其实都没啥参考意 因为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降化质 iQO9 Pro全程没有降化质 15分钟游戏整体过程是5.1网 游戏最高温度也是来到了44度左右 Model X30这个高性能模式 感觉和默认没啥区别 无论是温度功耗 基本可以视为正常的测试误差 对比来看 即便是像王者荣耀90N这种中等复杂的测试场景里面 8件一旗舰的游戏功耗表现 依然是不如865 比如说小米12超稳定92.5帧的情况下 整机功耗是4.2瓦左右 看完了王者荣耀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原神 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了一堆开性能模式的测试 那么各家摆烂模式的帧率 应该也挺有兴趣看一看吧 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测试 在均用模式下 小米12 Pro平均30.6帧 进入游戏直接锁35帧 关键是锁完35帧之后 后半段还会触发温控 强制降到20帧 帧就离离原上谱 整机功耗是4.5瓦 最高温度是42.1度 GTi Pro进入游戏直接锁30帧 平均率是29.5帧 整机功耗是4.4瓦 最高温度是42.5度 一加10 Pro平均43.7帧 一分钟左右开始降频 最后稳定在40帧左右 整机功耗是5.8瓦 最高温度是45.1度 iQ9 Pro平均是41.3帧 整机功耗是5.7瓦 四分半开始会反复在60帧 和30帧之间做复活程 摩托X30平均是46.9帧 整机功耗是6.2瓦 机身最高温度是47.7度 默论情况下依然是 X30帧率表现更强 当然温度发热也是最高的 再来看一下性能模式 因为原神更新之后 这些8件一机型 分辨率适配都没啥问题 目前来看都没有降分辨率 小米12 Pro平均帧率来到了46.2帧 整机功耗是5.9瓦 机身最高温度是46.3度 GTi Pro开启GT模式 平均率从默论的29.5帧 直接飙到了55.4帧 可以说是超用的 当然功耗温度也是直接开裂了 整机功耗是8.1瓦 机身最高温度是51.6度 并且游戏五分半开始 屏幕从200尼特强制降到了90尼特 测完退出游戏回到桌面 系统也强制降低刷新率到了6Hz 两分半左右之后才恢复120Hz刷新率 一家式Pro的电竞模式 和默论相比其实提升不大 从43.7帧提升到了46.6帧 整机功耗是6瓦 顶部最高温度是46.6度 iQ9 Pro平均50.8帧 整机功耗是6.8瓦 最高温度是48.1度 但是游戏三分半左右 屏幕从200尼特强制降到了130尼特 MotoX30平均是47.6帧 相比默认依然差别不大 感觉这个高性能模式和初始系统相比 调度削弱了不少 基本就当一个安慰剂的图标了 整机功耗是6.3瓦 最高温度是48.3度 亮度略有下降 从200尼特降到了190尼特 总的来说 在原神这种高负载游戏里面 这些8件一机型的表现 依然没能够超越骁龙865机型 比如说小米12车 在我们重刷系统重新测试之后 15分钟平均率是56.2帧 整机功耗是7.2瓦 最高温度是49.3度 屏幕也没有降亮度 当然了看到这里 肯定有网友会比较好奇 那厂商吹的超大面积VC液冷散热 几万毫米的豪华散热队了 难道就没啥用吗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展开聊一聊 散热堆料对于手机性能释放有帮助吗 有 但这是建立在一个有效的功耗区间内 因为所谓的VC液冷散热 本质上都是被动散热 主要作用的是提升手机内部的热传导 减少SoC位置的局部积热 而对于大部分常规期间来说 稳定的性能释放也就6瓦左右 强一点能达到7瓦左右 但你8件1 光GPU的分值功耗就有11瓦了 再算上屏幕CPU部分的功耗 就算你整一个超大的VC均热板 也不可能完全释放它的性能 打个比方就是你总不能指望 轻薄本的散热去压桌面级的处理器 对吧 那么从优化角度来说 8件1期间的整体功耗能效 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吗 很难的啦 已经结束了 你们退去 说实话 做完这期视频真的是有点累 以前我们测试性能分析性能 基本上只测一个模式就差不多了 但是在8件1手机上 各家厂商的骚操作实在是太多了 不仅各种各样的开关设置都 关键连日常使用都开始限制性能降频 中低复杂的网种也开始降分辨率所增 测试的时候要测一对开关区别 分析画质里面有变化 测完之后结果还是那个鸟样 可以说是一顿操作猛卢虎 实际表现不如865 所以关于8件1机型 大米个人的观点是 新机评测我们还是会继续买来做 给大家看看新机其他方面的技术改进 但都不会推荐大家现在购买 毕竟赚钱不容易 Poge 4,5线买一部安卓旗舰也不是小钱 首发入手接机子后面大概率被刺 一方面是很多8件1星期价格比去年高 但实际体验却没啥提升 甚至日常流畅度影像规格还有所倒退 上市初期优化也存在一些问题 而有些机子上市一个月开始 已经出现价格跳水 保值率堪优 而如果你是喜欢玩手游的用户 现在随便一个2000老的870机型 可能都比这些8件1旗舰更稳 865老旗舰就更不用说了 建议继续盯一顶 等天机9000 或者是等下半年的台积电 4纳米版本的8件1看看 虽然说SoC不是手机的全部 但是一款好的手机 必定离不开一款性能强景 功耗低的处理器 况且这还是冬天的处理器调度 到了夏天 手机厂商为了控制发热 估计调度会更怂 OK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五台 骁龙8件1旗舰的性能续航发热 横向评测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三连支持一波 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